来关注国内新冠疫情的最新进展 国家今天新增1220宗确诊病例 那累计确诊病例攀升到了89133宗 逼近9万宗 雪州依然是新增病例最多的州数 一共有368宗占总病例的三成 那另外今天也有1297人康复出院 三人死于新冠肺炎 卫生部今天早上呢也有发文指出 截至昨天国内因为新冠肺炎而去世的患者当中呢 有50.6%也就是超过一半都拥有高血压的慢性病史 那卫生部就因此提醒 不只是中年老人哦 中老年人年轻人甚至是少年群体 都有可能会患上高血压 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都属于是高风险群体 因此呢更要遵守防疫SOP 保护自己也保护周遭的亲友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